很多人都觉得在一段婚姻当中 出轨啊家暴啊等等这些问题是最严重的 其实往往不是 在婚姻当中最严重的问题 是一个男人在家庭当中的责任缺失感 还有是在婚姻当中夫妻两个人没有共同语言 这两点往往是致命的杀伤力 我前段时间看了一段话 我分享给男生听啊 你觉得这段话对不对 说男人理所当然 觉得我忍受得了跟你日复一日的无聊 我也抵得了花花草草的诱惑 你还要我怎样 你现在是不是抱着这样的心态 我工作那么辛苦 我抵挡得了花花草草的诱惑 有一点吧 我也忍受得了日复一日跟你无聊的日子 你还要让我怎么样 多多少少也会有一点 所以你就是用了一种 在爱情和婚姻当中一种强盗式的逻辑理论 放在了这个家庭当中 结婚不只是说 我工作我在外面主外 你在家里面顾好家里的一切都行了 是需要相互彼此的关心和照顾 更何况您对于妻子连最起码的尊重都没有 你看似对所有的人都有情有义 可是唯独对自己的妻子 对自己的枕边人是冷面相对 所以这个是需要您来反思的 还有我觉得可能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你不能靠着感激过一辈子 如果你觉得这个日子是在硬撑 你的心根本不在这个家和这个女人的身上的话 我觉得你要诚实地面对 这个才是男人的担当 而不是说我念着你过去对我的好 现在我对你百般挑剔 那你让他怎么面对接下来的生活 而且他现在又有了宝宝 对不对 接下来来说女生 他从前说你温柔 体贴 宁静 那现在为什么又觉得你乏味无趣没情调 你想过这个问题吗 你结了婚之后 不是说进入了一个保险箱 已经有男人娶我了 我就可以不修蝙蝠 我就可以任意地自我放肆 那当然他会嫌弃你 不能懒惰 不能觉得反正我结了婚了 我在家就穿着睡衣 我也不用把自己打扮得美美的漂亮 我也不用节制自己的身材 女人为什么每天都在活在要减肥 要健身的这样的自我斗争当中 那是为了获得一个更好的自己 这样的生活才有意义 找回自己才能找回婚姻当中 趋势的那部分东西 所以我觉得这里面有他很大的责任 但是其实归根结底 往深了揪 是为什么 是因为你对自己越来越放任自留了 你觉得无所谓了 而且你也抱着你觉得 你看我当时那么困难跟你结婚了 我比越过了重重的阻碍 我嫁给你 你就应该一辈子对我好 没有谁是理所应该一辈子对你好的 现在既然有了宝宝了 我觉得他说的有几点是对的 你对自己要有要求 要想怎么当一个好的妈妈 这样的话 我想你的状态 生活的状态积极起来之后 你们的婚姻状态也才会积极 给自己蓄电充电吧 好吧 好 谢谢